父母为我们抱起生活 很多时候就没办法弹出双手来拥抱我们 祝你生日快乐 怎么样 今天的生日是怎么过的呀 暑假快过完了 你是彻底不打算回家了 给你买机票 你把票给退了 让徐温找你 你也不理 要是没事 就回来吧 你知道我生日他送我什么吗 我又是那种巨龟的笔笔 保险 保险 多少钱 不知道 我也不想要 看看我这个人又是好歹了吧 你爸都已经把台阶架到你面前了 你还不往下走 去年给你送机票 今年给你送保险 多好 好吗 不过就是个打五直的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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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一个浮路受起老人院的私信 希望跟我们店定制一个重阳节陪伴主题活动 一整个老人院已经是个大单 可以啊 举之有道 不过老人院需要干吗 上面说重阳节快到了 希望我们团队去跟老人们 聊聊天搞搞互动 经费有限价格不够 没关系了 创业初期信誉最重要 必须得接 万一你爷爷 我吵到你了吗 我叫胡登帆 胡爷爷好 爷爷 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啊 在北京 门干得很老 搞房地产 买房子的 那你怎么不去北京啊 我去那个地方抓是吧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有感草 那你不想他们 让他们抓住 回国里生活 不请 呀 他 他 有 你 他 我 他 他 有 差不多应该有两年多了吧 两年多 一次都没来过吗 老胡这个人呢脾气有些古怪 平时又怎么爱说话 但是我知道呀 他们内心其实还是挺柔软的 像他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呀 就让我教他用朋友圈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他虽然不说 但是呀 一直在悄悄关注他儿子 跟他儿媳妇 都这么挂念了 为什么不联系呢 家家有本能念的经 这个呀 我们也不好过多干涉 我觉得老胡呀 多多少少对自己的儿子呀 有些愧疚 毕竟年轻的时候家庭不完整 平时呢又疏于陪伴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挺委屈的 做父母的都挺不容易的 像去年我们中秋节搞活动 老胡不知怎么的 一个人就喝多了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 以为他睡着了呢 结果过了一小时 我去茶房 看到他一个人在地上 哇哇的哭 真的跟个孩子似的 那行 你先逛着 我先走了啊 拜拜 爸 爸 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嗯 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女儿我这么的 顽劣 只要跟你顶嘴 你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的 为难和苦楚 你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的 我不觉得我的女儿顽劣 你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的 我不觉得我的女儿顽劣 我不觉得我的女儿顽劣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为了所谓的事业 工作 忽视自己的家庭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养老院里 两年多了 都没有人来看过她 你知道吗 那天 我竟然把她看成了你 一个人坐在太阳的下 在摇椅上一直 摇啊 摇啊 就那样 慢慢地等待生命的故事 我不希望你要这么一天 所以 虽然我还不知道 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困难 到底有多大 但是我不希望 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 再次发生在你现在的家庭里面 我是真心地 希望你能过得好 但这不代表我喜欢你老婆 我喜欢你老婆 我还是不喜欢她 我还是不喜欢她 我希望弟弟 可以在你的陪伴下成长 这女儿 爸爸 不说了 这鼻也又犯了 我这儿都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 您和爸爸也要多重重身体啊 妈 今天上班累不 腰还疼不 上次给你买的安抹器 又没用啊 瞎你爸的小馄饨了 嗯 超手哪里能一样啊 肯定是你包的好吃嘛 爸爸干嘛呢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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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她了 帮她睡吧 我也差不多要睡了 知道了 妈 老胡后来告诉我 她终于尝试主动联系了儿子 让她意外的是 儿子也激激地回应了她 面对最亲的人 很奇怪 我们总容易放大了 却忘记涓涓洗流的好 父母为我们抱起生活 很多时候就没办法 腾出双手来拥抱我们 而我们紧抓着过去 就一样没有双手拥抱现在